绿岛海底的千年大香菇倒了 但仍然活着 先元谢贤玉希望幸福能重视 尽快处理 因为这次尼伯特莫兰蒂 把绿岛千年的海底大香菇呢 把它剿断了 那剿断了呢 这个绿岛的千年的大香菇呢 它断了 可是它还活着 那我就在想 是不是应该请个专家 或是我们现如伸出了岩手 我们来把这个香菇呢 既然它在海底 这一次的这种 极端气候的这种 台风啊 把它 从根部打断 那它躺着 还是在活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固定好 要不然把这个千年的香菇 打散了以后 再也就没有 这么珍贵的东西 在绿岛的海域 之前绿岛的海底油桶 能供潜水客投递水中垃圾和明信片 而且贩售明信片的所得 业者也会全数捐给学校使用 因此 协议员请农业处协助 重新提出申请海底油桶 之前啊 我们放了一个海底油桶 它有三大功效 这个业者 卖那个明信片的时候 他公本会他自己吸收 比如说他 这张明信片卖一百块 他的公本会十五块 他是一百块全部兼出 兼给三所学校 当他们要到外面比赛 或是各方面的活动的经位 光他这样放下去到被人检举 把他先拿起来 要重新申请这样 才短短一个月不到 他就收了一万五千块 给三所学校 那我的想法是 因为上一次的工作检讨 我也有问过荣燕处 那日本可以 我希望我们台东 立岛也可以 这个海底油桶 他第一个功效是 卖的明信片把钱 捡给 学校 这是一个公益 第二个功效就是说 潜水人员在附近 捡到 垃圾 可以往海底油桶丢 然后第三个就是 他这个油桶可能带来 这个潜水客 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拔起来的时候 有很多潜水客去 还是想要去买明信片 可是 商家说 你明信片只能到油井去投地 没有办法到海底油桶 但是这个意义就不一样 那我在想说 是不是我们农业处应该协助 来让他把这个海底油桶 来重新提出申请 配合我们的观光政策 绿岛小朋友也有许多特殊常才 可惜位处偏远 无法得到好的私资培育 协议员希望 交易处能多多关心 协议员希望 许处长能与渔民座谈 讨论遭台风损坏的硬体设施 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一并规划维修 并且建议 在港口处规划出一条 体验潜水的洞线 协议员谴责乡公所 公务票没用在正途 应当检讨 担心医疗大楼完工后 有硬体设备 却没遗失的窘境 以及关心抢输交通 小飞机安全问题等议题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 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会 县议员谢贤裕总咨询 问这内容再要报导 由律宣整理